朱星神火依旧沉默 她的目光如同深不见底的忧叹 似乎在考虑萧炎的提议 周围的空间似乎因为两人的对峙而变得更加压抑 连呼吸声都显得异常沉重 萧炎没有催促 她知道此刻的沉默比任何言语都要有利 她展现出的耐心和决心 正是她作为一位寻求帮助者的最大诚意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又期待的气氛 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静止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朱星神火的言语如同古老的吟唱 回荡在焚绝空间中 我乃万火之神第二名燃烧着绝对毁灭的力量 世间万物见我就如同毁灭的来临 虽然我距离第一神火只差一个排名 但是第一神火的力量实在强得可怕至极 可以说整个大咒的神物中 它可以是最强的存在 因为它的一出现 万界将会出现异象 规则重启 更是会带着它的使命降临 创灭世间所有善恶之物 万物也随之归零 这些神兽火 妖火 天火对于我来说 根本起不到什么多大的作用 只有神火 以及你那道特殊的地火 被我吞噬融合 方才能够使我的本源变得强大 届时就能够逼近神火第一的那股力量 那么 那第一的排名 也就是我的 如果只要你达成我的这个心愿 我倒是可以把完整的无上单方赋予你 文言 硝烟也是一时间有着一冷 需要神火和地炎吞噬后 才能提升朱星本源的力量 那如果自己答应了 岂不是自身的神火和地炎就没有了 自己修炼的火道 就此无法再有精进 这绝对是不行的 硝烟的目光 凝视着眼前这位神秘 而又蕴含着绝对毁灭之力的朱星神火 他的心中波澜起伏 他忽然感到一丝犹豫 若是接受了朱星神火的条件 他将失去这份强大的力量 而他自己也将面临未知的风险 只有吞噬神火和地炎 才能够使你的本源变强 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硝烟的声音在虚空中回响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意察觉的颤抖 朱星神火似乎感受到了他的迟疑 火焰跳动得更加剧烈 似乎在催促着他做出决定 时间不会等待任何人 虽然我体内的暗物质能量已经被抹灭 但我的这一份心性 正是我所一直追求的目标 你们需要修炼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可我也需要吞噬其他神火本源 也能提升自己的本源力量 我的最大目标就是神火第一的位置 朱星神火的声音再次响起 硝烟闭上眼睛 他似乎想到了一个什么办法 终于深吸一口气 缓缓开口道 你想要吞噬神火获取提升自身的力量 但这些神火本源已经被我炼化 与我是紧密相连 如果离了体 那么我的实力修为 以及自己对火焰之道的领悟也会停滞不前 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交易 但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融合其他神火以及地炎 此刻的硝烟他的眼神似乎闪烁着一道金光 哦什么办法 朱星神火淡淡的说道 下一刻 硝烟的身影瞬间融入了虚空 只剩下一片片破碎的光影 朱星神火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也立马发动本源的力量 顿时间焚绝空间内 温度陡然攀升 空气仿佛被点燃 扭曲的热浪 让一切景物都变得模糊 突然 硝烟的声音 如同来自九天之上的雷霆 回荡在整个焚绝空间 神怒轮回 声音中蕴含的力量 让焚绝空间都为之颤动 上发 一道黑色的黑洞突兀出现 其边缘缭绕着绚丽之色 白色 浑色 紫色的四色光环 他们不断地旋转交织 形成一个个扭曲的光幕 似乎那里的空间 都被其力量所撼动 神怒轮回四字 带着无尽的毁灭威严 让人心神颤抖 散发着射人心魄的恐怖威压 朱星神火一时间 竟陷入了短暂的呆滞 未曾料到 硝烟竟敢主动出击 这股勇气和力量 让他感到了一丝惊逆 然而 无论是焚绝空间内的温度飙盛 还是神怒轮回的威势显现 都预示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对决 再度即将展开 硝烟的神怒轮回力量 如同身不见底的星河 深不可测 所有的万物 在这股力量面前 都极为渺小 随时都有被吞噬湮灭的巨大危险 四周的空间 因为这股力量的诞生 产生了极度的扭曲 原本静谜的焚绝空间 此刻变得动荡不安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 发生空间崩溃 朱星本源 只有你被我收服了 那么 你就有机会 吞噬其他神火的机会 当然这个机会 是我给予你的 第二神火又如何 当年我收服地炎时 成就了炎帝 收服圣光鲜炎时 成就了大主宰 收服换须神火时 成就了蓄烈神 如今收服你 看我能否直接登顶 成就高阶 甚至是巅峰天卫神 硝烟的声音还在继续 每一字每一句 都带着一种不容抵抗的霸道 他们在虚空中回荡 像是 要将整个焚绝空间 都卷入这场神怒的轮回之中 真是好大的口气 看来之前诸心世界 还未对你造成阴影了 既然如此 那么你就再次进来 我的诸心世界沉睡吧 诸心神火 见到硝烟这一次的霸道 也不再留守 直接再次发动自己的 诸心世界 来击垮硝烟的内心 很快 硝烟的四周 被一股无形的压力包裹 仿佛天地都被挤压 诸心神火的冷笑声 刺从四面八方传来 又刺在耳边低语 那是一种透入骨髓的冰王 突然 硝烟眼前出现了 一道扭曲的黑洞 黑洞如同一片镜子 可以映照出硝烟的内心世界 在那道镜子中 硝烟的模样出现在其中 他看到了自己的模样 不过那是他内心世界的样子 但此刻谁也不知道 黑洞镜子中的硝烟 此刻竟是虚虚实实 仿佛周围的空间 都在这一刻 扭曲虚幻了一下 黑洞上刻着奇异的符纹 它们闪烁着悠悠黑光 如同召唤着 某种不可言说的力量 随着黑洞中的模样 愈加的凝食 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进入到了硝烟的内心世界 他发现 自己置身于一个 无限旋转的空间 空间内充满了幻象 现实与虚幻交织 让人难以分辨 硝烟的心跳加速 但他的眼神却异常坚定 面对这一切 他并没有选择逃避 一旦逃避 那么 他就无法获得完整的无上单方 来救治现在 还生死未明的无血 所以 他必须为了无血 而打破诸心世界 诸心世界 是一个以别人心灵为实的一道神迹 而就是这心灵 也是人最脆弱的地方 一旦进入到了诸心世界 几乎可以说 他们的意识就会崩溃 没有意识 那等同于 已经半死不活了 此刻 诸心世界中 硝烟的意志 正在被磨灭 让他沉溺于无尽的恐惧 与绝望之中 然而 硝烟嘴角在此时 却是露出一抹 无法让人理解的微笑 他将直面内心的黑暗 不拘任何挑战 在这场心灵的风暴中 硝烟仿佛化身为 一束微弱的光芒 穿透了层层迷雾 每一步都艰难而坚定 诸心神火的嘲讽与恐吓 像是无数利刃 试图将他内心击溃 但硝烟依旧前行 寻找着那一线生机 仿佛这次被诸心 入侵内心世界的硝烟 就像是一张白纸 以及高山流水那般清澈 又仿佛一切都不太真实 但又比较真实 很快 诸心神火 也感到了一些不安的气息 仿佛似乎有一双眼睛 在盯着他 而不是他盯着诸心世界中的硝烟 不对 此人怎么没有了内心的画面 这不可能啊 就在这时 硝烟体内 似乎有一股力量在觉醒 他的眼神变得更加深邃 仿佛能看透 这诸心世界的本质 他伸出手 触摸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光明 那是属于他的力量 一种能够抵御一切心灵侵袭的勇气 就在诸心神火 还在感到疑惑间 一道神圣的金光 如同利剑 划破了诸心世界 也划破了诸心神火的疑惑 一道道神圣的金光 开始进入到这片 可以侵蚀内心世界的诸心世界中 将这一片诸心世界彻底的照亮 神圣金光之中 似乎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宛如金色的波浪 在虚空中荡漾开来 这股力量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他开始在诸心世界中 肆意游走 如一只无法被捉摸的精灵一般 诸心世界中的硝烟身体 在这一刻 也产生了剧烈的变化 他体内的一道相对应的力量被激发 一股奇特神圣的金光 从他的丹田中爆发而出 如同一坨觉醒的巨兽 咆哮着 开始在硝烟的体内肆虐 与外界的这些神圣金光 开始遥相呼应 而这股力量 便是焚神之力 随着焚神之力的释放下 原本平静的诸心世界 瞬间变得动荡不安 天地间的能量 似乎受到了牵引 开始向这股力量汇聚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倒是让得诸心神火 有些猝不及防 那些散发出绝对毁灭力量的诸心本源 此刻在焚神之力面前 也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威严 仿佛神火的本源 也感受到了 来自这股焚神之力的威胁 因为在他的本源深处 有着一道被深刻的烙印 这股烙印 便是焚神之力刻下 同时 也是他们当初所信奉那位 主人的标记 硝烟站在诸心世界的中心 成为了这一切变化的焦点 他的目光坚定而深邃 仿佛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刻的到来 嘴角的幅度更深 随着他体内的焚神之力 不断地释放 仿佛整个诸心世界 都在为这股焚神之的出现 而颤抖起来 就在这一刻 萧炎的身体 也是完完全全地爆发出 耀眼神圣金光 最后虚幻了一下消失不见 同时 这道爆发的神光 将整个诸心世界 全部覆盖笼罩吞噬 诸心世界 也在剧烈地摇摆起来 终于 在一阵剧烈的震动后 诸心世界被焚神之力 逐渐地崩溃瓦解 那方可以映照出 内心世界的诸心世界 就这样被击垮 而诸心世界 随着被打破 诸心本源 也出现在了焚绝空间中 然后此刻 在诸心神火的四周 却实被黑暗所笼罩 在诸心看清楚四周之后 竟是发现 自己在刚刚萧炎所失 展出的神怒轮回中 当诸心神火 想要逃离时 欲证拖无形的束缚 却无力逃开 那缠绕其身的吞噬力量 神怒轮回的吞噬之力 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 紧紧锁住了诸心的本源 萧炎的目光冷裂 仿佛凝结了万年的冰霜 它的声音平淡而有力 随着收字的落下 神怒轮回寺 得到了命令 开始收缩 周围的虚空 都仿佛被这股力量扭曲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其中发出轰鸣之声 如同天地初开始的咆哮 轮回波动 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威势扩散 似乎要将世间万物 都卷入这无尽的轮回深渊 诸心神火在这一刻 显得格外被动 他曾以为 自己的诸心世界 可以无敌于世间 却未曾想到 竟然被实力 只有天卫神的硝烟给打破了 甚至在打破的同时 自己也被束缚住 这简直 有些感到不可思议 到现在 他也不知道 硝烟是如何做到的 竟然可以从诸心世界之外 攻入焚神之力 诸心世界的弱点 就是这个 虽然在里面任何力量 都毫无作用 可是 如果一旦是外界之力攻击进来 诸心世界 就会面露毁灭 可是这样的事情 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因为 一旦进入诸心世界 那么被映照出来的内心世界 就会被彻底诸心 意识也会受到打击 变得微弱 根本就不可能以一人之力 做到联合外界之力 攻击诸心世界 但硝烟刚刚被映照出内心世界时 竟是如水一般的清澈 简直就是一张白纸 没有任何的内心画面 从而硝烟的意识 没有被诸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 硝烟可以破了 诸心世界的核心所在 当诸心世界被打破的瞬间 诸心本源的力量 就会陷入片刻之间的微弱 也就是 在这微弱的瞬间 硝烟抓住了圣局的关键 诸心神火在其中不断挣扎 他的力量 正在逐渐被神怒轮回吞噬 从而减弱 似乎随时都会被彻底吞噬其中 在这场力量的较量中 诸心神火 就像是渺小的火花 试图与神怒轮回抗争 却终究难逃命运的安排 硝烟的深夜 在这肆虐的轮回风暴中 显得格外坚定 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 最终 在那无尽的神怒轮回旋窝中 诸心神火的光芒渐渐暗淡 直至消失在了虚无的深处